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简单来说这一系列手段扣合的两大面向不外乎就是意识形态和资本市场 那首先呢中国官方近期对演艺圈的整治 也就是一系列的清朗行动 列了漏漏灯十条线令 其实大致上就是分为针对艺人个人行为 还有粉丝的追星文化的管制 本来在中国任何影视作品就是不能违反党的意识形态 而在习近平刚上任的时候更强调要遏止明星的影响力 因此多年以来被中国封杀的艺人 除了有吸毒、嫖娼、违法行为和丑闻劣迹者 包括近期涉性侵的吴亦凡 披着日本旭日旗方金拍时尚照的赵薇 也有可能会被列入劣迹艺人名单 那最近当局更是连民众对明星的审美喜好都严格监管 批评形象比较阴柔的男性艺人是娘炮 那指这种激情审美是影视公司或是外来文化包装出来的产物 除了以上比较针对人民心智或是社会风气的角度之外 再来就牵扯到资本市场了 毕竟娱乐行业是中国最赚钱的行业之一 2021一整年就预计能够产生约新台币9.9教的收入 而在这笔庞大的商机背后 也失忧演艺人员逃漏税的情形发生 据业内人士透露 演艺人员逃税的主要方式就是成立独立工作室 所以最近中国下重手整顿演艺圈之际 截至8月底今年已经有660多家 与艺人经济相关的企业注销了 台湾艺人林心如林一成等工作室也都包含在内 除此之外中共中央政法委机关报法治日报 日前发布了一则专题报导 解除赵薇在过去的20年建构自己的商业帝国 和富商结婚之后入股阿里影业 跟随马云入股瑞东集团 还运用公司的资本来割股民的韭菜 甚至还跟美国政界都保持良好的关系 那以上种种的演艺圈乱象 从艺人的个人行为到粉丝的疯狂行径 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部的研究员 江宇他就分析 这些现象说明了不管是谋取暴力 或是影响社会消费习惯的行为 都是资本驱动的 而文艺是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阵地 不能够由资本无序的扩张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在上个月重申了共同富裕的承诺 强调必须要合理调节过高的收入 那在这样的背景之下 不只是演艺圈 最近中国从经济领域、金融领域、文化领域 到政治领域都被官方指名整顿 外媒分析中国决策曾认为 中国经济和文化发展在部分领域的导向 已经出现了问题必须要调整方向 而在当前面临中美博弈的压力 中国大转向的时间已经不多 不过转弯的速度太快 结果也难以预测 在海外 中央社拥有阵容最坚强的新闻团队 全球布局居台湾媒体之首 将近三十个据点分布五大洲 以台湾观点掌握全球迈动 接触台商在海外奋斗打拼 为台湾打出好口碑 接下来带您看世界台商之光王树木的故事 印刷电路板是许多家用电器不可或缺的原件 台湾业者王树木扎根泰国 在当地打造电路板王国 他为人低调不仅照顾员工 也默默耕耘做工艺回馈社会 关于泰国龙仔错府的泰顶电路 广泛应用在电视、咖啡机、印表机等消费性电子上 而在泰顶这座电路板王国木后 默默耕耘的灵魂人物 是公司里为人低调朴实的董事长王树木 在PCB版产业有超过三十年经历的王树木 能有现在的成绩一路走来实属不易 1989年在业界还是出身知读的王树木 在父亲指示下与父亲PCB厂的客户泰金宝配合 前往泰国设厂从事单面板制造 而这次出走也成为他建立泰顶的一大契机 当初来泰国的时候29岁 其实没有什么目的性 只是老爸把我丢过来我就丢过来 那到了2000年的时候 这个单面板的产业 可能在泰国是很难发展下去 所以想要做一些转型 那一年有多台湾的PC版 也都到了中国去了 想起来台湾的工厂 当然也就存在它未来的危机 所以我跟老爸提议到说 要不就是还要在泰国再去拼一场 当时已在泰国十多年的王树木 面临各地厂商竞争下 凭借对泰国这块土地的熟悉 认同下定决心 选择继续在当地生根 在2001年成立泰顶电路 根基泰国 梦想让泰顶成为首屈一指的PCB版厂 由于我们这边的产业链在飞足 不管是供应端还是需求端 我们都一直处在弱势 但是也因为这样子培养我们必须要看得比较长 比较远 为了让公司改革 王树木在2006年找来现任执行长周瑞祥 引进专业经理人制度 淡入严谨高标准的管理模式 希望借这股坚定的外力 来推动泰顶电路转型 事实上一开始刚来的时候 我并没有打算负责这个营运 因为我本身是从Sales Marketing出生的 所以当时就来 就跟王董谈了一下 谈的时候 感觉就是说 这个人非常的朴实 当然啦 从以前我们那种国际的厂来看 角度来看 这个厂显得小一点 所以我就想说 那我就是短期 现在就两三年 帮王董Layout 未来的Sales Marketing 周瑞祥加入泰顶后 凭借在前公司累积的经验 与专业知识 为这个重人情的家族 带来了纪律 并设定具体目标 一步步让泰顶 达到王树木期望的样子 王树木与周瑞祥 两人性格相异 但复古 在几年的磨合下 共同推动泰顶团队成功转型 2012年增设二厂 订单不乏美日韩等国 知名厂牌客户 产品市占率 在全球名列前茅 这样辉煌的成绩 也让泰顶在2011年 顺利在台上会 2015年在台上市 王树木的人文精神 影响着周瑞祥 在执行公司政策上 以人为本 寻求员工最大利益 也是重要考量之一 虽然没名说 但董事长这种精神 是泰顶全体员工都感受得到的 在社会公益上 泰顶举办企业慈善捐款 员工乐心捐血 提供盲人按摩工作机会等 并捐助生活用品与学校单位 医疗基金会及当地寺庙 泰顶员工在工作之余 也乐于回馈社会 形成一个良善循环 谢谢 我们各位公司各行各业 成功经理这个展 再次感谢大家 荣获牌石奖的同时 泰顶的三场已开始动工 持续扩大产能 经过二三十年来的重重考验 王树木将继续在泰国 这第二个家努力 稳扎稳打 揭开泰顶王国的下一章节 中国台商组织台气联 在北京举办研讨会 邀请台商两岸事务专家 和中国学者聚焦两岸经贸 针对近来 中共提出共同富裕政策 台气联认为台商应该 更积极乐观看待 并且建立新的合作模式 中国大陆台商组织台气联 日前在北京邀集台商代表 台湾两岸事务专家 及中国学者 举办现场及视讯结合的研讨会 大陆正在谋求把我们的国家 跟社会资源引领到 培养大量的中小企业 以及优秀的工程师 发展实体经济 保有自己的核心科技等等 这个方向 所以我们台商也应该要 把握这个机遇 参与新格局的发展 针对近来 中共提出的第三次分配共同富裕 引发部分台商对政策的担忧 台气联会长李正宏认为 台商应该更积极乐观看待 这项政策 我们应该要等正式的这个政策 去实施了以后 大家能够尽我们所能 能够把这个慈善的事业 把大家一起共同能够 能够过美好生活的这样的愿望 能够实现起来 李正宏也指出 等共同富裕具体新政策出炉后 台商可能会逐渐成立自己的慈善基金会 希望借此对扶贫帮困等社会公益事业 能走向正规化 常规化 进而形成比较好的社会氛围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在华视频道和中央社网站都有播出 我是张雅婷 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